在清朝杭州的地方 有一对张姓夫妇 到了老年才学佛 他们没有孩子 但是虽然是到了老年才学佛 可是一学佛 他们就持亲尽数 因为在世间上吃过苦头了嘛 现在当然是要一心的归头佛法 并且他们一听到了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每天就很自诚地称念 念念念 念了十几年 后来他们怎么往生的呢 他们在往生之前 就先叫人家替他们做好两个坎 等到有一天 这对张姓夫妇 选了一个黄道吉日 就个别地去浸身沐浴 把自己的身体洗干净以后 两个人会在观世音菩萨的面前上香 上完香 两个人就坐到之前定做的那两个坎里面 一起念观世音菩萨 一起同生西方 我们想一想 这样子往生西方是多么潇洒 为什么我们不这样追求呢 你在世间上 所谓爱别离苦 你的父母要离开你了 要死了 你看 哪一户人家不是哭哭啼啼的 可是如果你能够做到 像刚才这个张姓夫妇一样 全家人一起 同生西方 你想要永远团聚吗 在西方才是永远团聚 你在娑婆世界 今天她是你的孩子 下辈子 她就不是你的孩子了 可能还变成你的仇人 娑婆世界 就是如此的现实 古人说 夫妻本是同灵鸟 大限来时各自飞 其实还要等到大限来时吗 你不符合她的需求 她就不要你了 也许会有人想要问 为什么这个娑婆世界那么苦 为什么我已经很苦了 却还一再地给我无情的打击 诸位 这就是娑婆世界的实相 这就是她的本来面目 难道你还认为她是快乐的吗 娑婆世界是众生的贡业所感召的 什么样的众生 三毒充满烦恼赤胜的众生 这里的众生 以沙 盗 淫 妄为种子 我们自己种这样的种子 怎么可能招感善果呢 然而 极乐世界为什么快乐 当然是 阿弥陀佛的愿力功德所成就 但那也是众生的贡业所感 什么样的众生 什么样的贡业 那里的众生 以清静 无为 欢喜 为种子 当然是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在这个娑婆世界 你到底要依靠谁 依靠你的父母儿女 还是依靠你的钱财地位 诸位都是有正智慧的 好好的正思维下 能靠得住吗 你把你的生命 寄托在武欲上 寄托在亲人身上 这是有智慧的抉择吗 在这个娑婆世界 找不到一个地方 是我们的皈依处 诸位菩萨 都是默学的长辈 世间上的种种痛苦 爱别离苦 愿赠慧苦 求不得苦 这些诸位菩萨 都比默学看得还要多 还要明白 甚至是 身立其境 那既然 那既然 娑婆世界的苦 只认识了一半 大家都是 偷心未死 失去武欲时 才觉得那是苦 可是得到武欲时 我们还是觉得 那是快乐的 凡夫总是 近视眼 自高自大 只看得到眼前 每个人 时时都想要表现自己 时时都要争名夺利 虽然是学了佛 也明白 说婆世界是苦 是无常 但是我们总是 怀着侥幸的心态 自己安慰自己 觉得世间上 那些悲惨的事情 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 还是很努力的 要去建立 甜蜜的家庭 要去创立 丰功伟业 以种种的 名利武欲 来装严自己 世间人 没有学佛 那当然是 没有话说 如果已经学了佛 却还放不下 那真是枉然啊 世间上的五欲 对你灵命中的时候 到底有什么帮助 与你往生西方 又有什么利益 墨学这样说 并不是要诸位菩萨 对这个人生消极 好像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而是要学习 知足 平平安安 过得去就好了 要知道 你认为 得到五欲的时候 是快乐吗 墨学再讲一个小故事 从前有一个督察 也就是像主管一类身份的人 他到一所精神病院 去慰问 在每一间精神病院的病房里面 这个护理长 为这个督察 这个病人是怎么发病的 护理长都为他详细的解说 他到了第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里面的病人 手上拿着一张照片 哭得死去活来 护理长告诉这个督察说 这个照片里的人 是他最心爱的人 可是因为他舍他而去 所以他就发疯了 而就在话说到这个时候 隔壁的房间 忽然有一个人 抓着自己的头 猛撞墙壁 这是怎么回事 护理长便告诉这个督察说 隔壁的那个病人 他就是得到这个病人 所失去的那个人 可是他得到了以后 也发疯了 我们想一想 为什么失去了也发疯了 得到了也发疯了 因为你得到了以后 才觉得他并不如 想象中的圆满 我们凡夫不要老是 做那种后悔的事情 常常听到很多人说 早知道当年如此 那现在就不会怎么样了 你为什么不在当时 就做好智慧的抉择呢 经上说 菩萨未因众生未果 我们凡夫总是等到 尝到苦果的时候 才要回头 这就是众生 没有智慧的地方 之前就有提到 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 归头在哪里 极乐世界 观世音菩萨 才是我们的归一处 大家要对往生西方 充满希望 不要再对这个娑婆世界 满怀期待 还想要在这个世界 满足自己 诸位 不要再尝试了 也不要再欺骗自己 观世音菩萨 要我们永离六道 佛陀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 三界湾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圣大部位 在这个娑婆世界 你得到的 只有痛苦 这个苦 让你苦的没有尽头 苦的没有理由 老和尚告诉我们 无量节来 天上飞的 地上走的 水里游的 最尊贵的 大犯天王 最痛苦的 地狱众生 我们都曾经 做过了 而在六道轮回的 每一生当中 都夹杂了 无量的烦恼 与痛苦 我们唯一 没去过的 就是 极乐世界 赶快 离开六道轮回 彻底地 看破放下吧 感谢观看